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财客按站 我是小V 今天是3月2号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币圈的新消息 那之前呢在很多的新闻当中呢 我们都听到过这个比特币啊 被盗的这些事故 那到目前为止呢 大家都还是只能靠自己 可能是更加谨慎的去保管自己的私钥 又或者是自己的冷钱包 那针对这一问题呢 这个比特币的开发者James O'Bernie呢 最近啊就正在开发一个 比特币保险库的功能 叫做Bitcoin Vault 那当有人呢要试图窃取比特币的时候呢 这个功能就会向用户发出警告 提醒用户呢将资金转移到更安全的钱包 阻止这个盗窃事故的发生 那这个功能呢就像是一种 比特币的智能合约又或者是契约 根据CoinDesk的报道呢 这个Vault用户在花费比特币之前 必须在两个不同的区块中呢 去广播两个单独的交易 那在第一次交易之后呢 就会有这个时间的延迟 那这个Vault呢就会向用户呢发出警报 那让用户自己呢可以选择是批准交易 又或者呢是将这个比特币呢 转移到更为安全的钱包 那事实上呢类似的比特币保险库的功能呢 也并非是第一次被提出了 走在几年前呢 另一位的比特币开发者 Jeremy呢就已经提出过一个叫做 Check Template Verify 简称为CTV的一个开发 那这两者的区别呢 是James的这个Vault方案呢 是专门用于保险库的设计 而CTV呢是一个更通用的工具 可以用来创建保险库支付池 甚至呢在交易量大的时候呢 可以用来降低手续费 不过目前啊 这个CTV的命运呢就不是很明朗了 因为他的开发者Jeremy呢 就在上个月的时候刚刚宣布 他将无限期的暂停参与比特币的开发 那所以目前呢就是这个Vault的讨论呢 就在持续增加当中 但是这个程序呢也不是没有批评者的 因为有些人认为 这会给比特币社群当中的某些组织呢 过于大的影响力 那这又变成一个中心化的一个问题了 那大家又怎么觉得呢 你会去使用这样的一个功能吗 它会不会又是违反了比特币的初衷呢 好再来看今天第二个消息 日本的加密货币交易所Mongox 自从2014年的时候呢 遭到攻击 而被盗走了85万枚的比特币之后呢 而破产了 那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官司之后呢 Mongox呢 最终将会有高达14万枚的比特币呢 将要交付清偿债务 那债权人的登记工作呢 就在这个月3月10号呢 就要截止了 那根据Mongox的受托人 在1月份的公告显示呢 债权人预计从3月10号开始呢 就会收到早期的付款了 而完成这个付款程序的最后期限呢 是9月30号 但是也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呢 这个加密货币交易所可能会进一步推迟 债权人收到款项的时间 因为Mongox的债权人呢 必须要指定交易所代表他们呢 去收取还款 那各大交易所呢 在处理这个还款速度上面呢 又有不同的时间 比如这个Bitgo呢 他们就说呢 在20天之内呢 就可以完成了 但是Kraken交易所呢 却需要90天呢 才可以完成 那之后呢 这个Mongox的付款呢 会采用加密货币混合法币的方式来进行 每个债权人索赔的前20万日元呢 将会以日元来支付 如果索赔的金额呢 是大于20万日元的话 而且选择以加密货币和现金收到付款的话 那在收到了初期的付款之后呢 剩余的付款呢 将会以71%的加密货币和29%的现金来进行付款 那之前呢 市场就有担忧Mongox的这14万枚比特币的这个清偿呢 可能会对比特币造成一个沉重的抛售压力 不过Mongox的前两大债权人呢 近期呢 就传出了 他们呢 是已经选择了拿回比特币现货的这个选项 不需要将这部分折线 那这就已经舒缓了部分的抛压 那另外呢 还有这个UBS的分析师也认为啊 在这些大部分的这个债权人当中呢 他们仍然都是加密货币的信徒 因此啊 不太可能会大幅的去抛售这些比特币 那大家又怎么看呢 这14万枚的比特币 会否造成接下来市场的一股抛售压力呢 好 那今天这期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请大家记得点赞订阅或者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